维伯太空望远镜是人类历史上最大最强大的空间望远镜 它于2021年12月25日圣诞节当天 在法蜀桂亚那蓝色的天空下成功发射升空 这个望远镜摆脱了地球大气层的影响 能够看得非常远 对于宇宙起源和演化的研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维伯望远镜诞生的故事中 有很多趣闻意识 第一件趣事是望远镜的名字 他以美国天文学家詹姆斯·维伯的名字命名 寓意继承和发扬他在天文学领域的贡献 詹姆斯·维伯本人一直推崇简单实用 不喜欢以自己命名事务 他的太空望远镜项目团队 数次想要给这台望远镜冠以维伯的大名 都被他坚决地拒绝了 团队成员无奈 只好使用他的姓维伯 而不冠以他的全名 这才获得了维伯本人的勉强同意 维伯认为 以自己的名字命名望远镜太过张扬 他一直保持谦逊低调的作风 更乐意把荣誉归功于 整个研发团队的共同努力 第二件趣事发生在望远镜研制过程中 维伯望远镜使用18片金属镜片 拼接而成超大反光镜面 这些镜片经过精密抛光后 表面必须光洁如初 毫无瑕疵 有一次 一名工程师正在检验镜片表面 他的手指不小心碰到镜面 留下了清晰的指纹 这片镜片已经精心抛光过 要重新抛光 就必须重新制作 损失巨大 那名倒霉的工程师 受到了单位的批评教育 成为整个团队的笑料 从那以后 每当这个工程师经过时 其他人都会开玩笑地 检查自己的手指是否干净 第三件趣事 发生在望远镜的调试阶段 科学家发现 光线进入望远镜后 会产生超出预期的散射 严重影响图像质量 经过调查 问题出 在镜片接合处未对其造成的 为解决这个问题 工程师们想出一个创造性的方法 使用了由从蜘蛛腿上提取的蛛丝 来微调镜片间的间隙 巧妙解决了光线散射的问题 这个创意点子 让团队欢呼雀跃 也成为了一个传奇的故事 除此之外 微博望远镜的一些具体参数 也很有趣 它的主径直径达到了6.5米 比一个标准篮球场还要大 望远镜在空间中 可以在摄氏零下233度的 低温环境下工作 它的探测 红外线的仪器 灵敏度非常高 这意味着 它可以探测到 极其微弱的热辐射 有人开玩笑说 它甚至可以探测到 一只蜜蜂 从月球上飞过时 散发的热量 这些参数之高 都打破了人类太空 望远镜的历史记录 微博望远镜计划 从提出到最后实现 历经了20多年 在这漫长的研制过程中 科学家们遇到过 各种各样的困难 但他们没有气馁 而是团结协作 终于创建了这台 令人惊叹的空间望远镜 可以说 微博望远镜 集结了人类 对未知宇宙的 无限探索热情 它的每个细节 都让人眼前一亮 它的诞生可谓波折重重 从命名故事 到制造调试过程的趣闻 再到最后关头的起飞延期 都充满了戏剧性 它的成功发射 打开了人类认识宇宙的新篇章 让我们满怀期待 拭目以待 它带来的更多新发现吧